为了让民众体验科学的奥妙 并DIY运用于日常生活中 23号上午台东县立体育馆举办学生技艺博览会 现场有规划光学、升学、电磁学等16个摊位 并可透过教师与学生亲手指导民众 做出简易的科学小物品 很感谢我们县里面包括风筒、高风 我们成功商水还有温南工商 甚至于在国中的部分有新生 太元还有冰茫来帮助我们开立了 我想至少有15个不同的基地的课程 让很多我们现在的九年级的孩子 有机会在这个升上包装之前 能够更深度地探索了解自己的兴趣或者自己的兴趣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未来做出选择 然后未来对人生要走的方向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县长黄建廷一早也到场关心参与 并指出台东教育环境渐渐转型 连国小都已经有涉略科学尝试以及发明 让台东子弟各个都是天才达文西 探索科学知识中的奥秘 东台新闻杨国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